香港外国记者会作策心虚 香港外国记者会日前宣布暂停颁发人权新闻奖 并称原因是觉得部分中文得奖报道可能引起问题 不想代入法网 这一表述清楚那名在FCC暂停颁奖 和新闻自由完全无关 可能引起问题的得奖作品有哪些 据报道称 多篇来自已经关闭的《立场新闻》 以及关乎支联会及非法初选的报道 《立场新闻》是反中乱港势力操控的工具 和外部势力感密勾结 其多名管理曾涉嫌发表善动文字被捕 非法初选即是黑暴如碎 打正其好以揽炒手段 夺取香港管治权 数十名参与初选者 涉为海国家安全而被捕 《人权新闻》以颁奖之名 为这些组织和人物彰目 难道仅仅是可能引起问题这么简单吗? 实际上由FCC火堂香港记协 国际特赦组织主办的人权新闻奖 一直是反中乱港传媒 维维维的奖项 国长主体不外扶抹黑内地和香港 但又不可告人的政治图谋 是一个切头切尾的反华新闻奖 近年随着美西方加紧围堵中国 并在香港拆动颜色革命 有关奖项评选的反华意图 更加是越来越露骨 去年台独分子吴瑞仁的一篇 鼓吹港独的文章 都已经在得掌名单上 而这个在香港国安法颁布一年之后 香港爱国记者会评掌目的何在 超然若揭 香港向来高度重视人权保护 也都一直拥有高度的新闻自由 但新闻自由和维护人权 绝对不是别有用心者 用来破坏香港的借口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不论是本地居民 还是外国在港组织 一概不能例外 从这个角度看 FCC知所畏惧 原爱立马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这类奖项 不可以只是暂停了事 而是应该永远消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